LEO 了事件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来看阿兹特克人对上波西米亚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10点钟方向的阿兹特克人MBL 阿兹特克人村民特性呢 是有这个资源携带量 加上的效果 这边开局可以到13个资源 采放一次资源 这个效果让他前中后期 都会获得一个经济不错的优势 阿兹特克人他的打法比较偏向于步兵路线 因为他的剑兵勇士跟老鹰产能速度都非常快 但他最大问题是没有吉兵 最主要是因为他有龙冠战争 可以让步兵加4点伤害 老鹰到了后期伤害可以变成8加9老鹰 非常的痛 那他的工兵路线虽然有强奴 但是没有三级的工兵铠架也没有拇指环 所以走工兵路线的时候会稍微弱势一些 但他的阻力可能是老鹰加上僧侣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组合 他的僧侣每点个科技 僧侣的血量都会加5滴 后期的僧侣的血量高达100滴 非常的难受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HERA选择的文明是波西米亚了 波西米亚的特色是有免费的挖金挖石技术 所以封建时代就很适合打工兵开局 那到了城堡时代也很适合打挖宝 打波西米亚战车也是ok的 波西米亚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 他的宗教狂热跟神圣思想都可以影响到村民 所以血量跟移动速度都会稍微多一些 波西米亚人的后期主要是打火器单位 跟工兵单位还有枪兵都是主轴 骑兵路线都是比较弱一点的 没有品种也没有三级马卡也没有大洛马 但是在必要时候还是会转出这个漏马 去做一个压制 那波西米亚人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 胡斯派改革 点下之后 僧侣的科技全部都不需要黄金 而是用死物去取代 所以到了后期 他就算没有黄金的情况下 也可以产生大量僧侣去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好 波西米亚人这边两块黄金的位置 一个在后方还不错 这边如果能围起来就很OK 但问题是后面的墓序有点远 而且这里没有办法开TC 所以开伐木场的话 还是要想办法 如果被偷架的话 这里可能要盖跟城堡防守之类的 但是这里看起来 我觉得还行 并不会太差 墓序的部分稍微围出来一点 主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下方这边围死也OK 那右边在这围死应该就押死 那MBL这边的地图看起来是跟Hera很像的 那这边比Hera更难围 感觉刚刚Hera已经很难围了 但是MBL这这个图更难受了 这边要直接围到底才行的 不然就只能小小围了 那小小围也很难围 这边围过来 这边围一下 这边围到底 这边围个洞就好 这边是连到底的 好 那这边围过来围过来 那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开放位置 可能这边直接围个木墙 把果子放在外面会比较好 不然就是直接拉过来 围大 这样围死 好两边准备伸到空箭时代 Hera这边是偷了一个织布 到了空箭时代 踩点织布技术 MBL这边老鹰戳到了一枪 好 好 这里免养在探路 OK 这里已经围好 好 围架的部分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边的部分 又围了出去 这个是补了房子在这里 难道是要直接围到底吗 好 刚有抠零 好 MBL点下一维幕 OK 果然是往外围把果子围起来 围一个超巨大的一个路线啊 这个路线比我想像中的还要 更大一些啊 好 这边上去直到暗枪兵开始围架 射箭场随之不下 Hera这边也是选择了大围 这边果然是围到底 这不围到底的话很难防守 好 两边都是走一个围架 没有先出兵的打法 现在顶尖的天梯里面 越来越少出现那种封建大暴兵 以前的这个时代啊 大概一两年前 还是很常封建大打在啊 但是现在封建暴兵打一波的情况 是越来越少 虽然还是有 但是跟以前的这个频率比起来 现在顶尖的高手们 还是打这个防守反击啊 还是比较常见到的啊 好 Hera这边有点守不太住 補一根箭塔 手下主金 因为这里面有往外围喔 如果往外围一点的话可能还行 但还是有可能会被骚扰到 好 補一根箭塔锁住 现在Hera 好 准备要来升时代了 要再买一百弱吗 等一下啰 好 TC稍微闲置一下 到了14秒 剪下了城堡时代升级 这房子再补一下 没有问题 毛病只能稍微乳小一下 弱马过来解一下 但是残血的问题剩下一滴 毛病再打一下就死了 但暗币的楼措施良机 残血的弱马并没有拿下 好 后面补了一个新的 房子 这里有挖石头吗 要不要打战车呢 波西米亚城堡时代打战车 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压制打法 那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的波西米亚比较常看到的打法 是上城堡时代 打火枪兵 或者是屯弓兵 接续弩兵 转弹道学跟化学的一个 八点弩兵的打法 那波西米亚这把 两个打法都没有选择 反正是选择肉马开局 要是转骑士了 我们才刚说 这个文明骑士偏烂 但是 赫拉也不管 我城堡时代也没品种 但我就是想打骑士 那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城堡时代初学 按个一两只骑士 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到了中后时 还是要考虑转兵的问题 好 补下了大学 哦 这也要转火箱了吗 走一连我就是要出火箱的样子了 哇 真的是直接点化学 那有火箱的话 阿兹是很害怕的 南美的文明 历史要重现了吗 西班牙征服者的火箱 波西米亚的火箱 也是对南美文明 极大的伤害 城堡时代 要挡住火箱病的话 最好的办法 阿兹特克就是出 生率 是最有效率的 战毛兵可能没有那么有效率 但是数量一多能贴近 战毛兵优势会比生率还要更大 是有一定的几率 可以把所有的火箱给吃完的 好 但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控兵的范畴了 所以没有必要太多 太过多担心这个问题 基本上在顶尖的高手的世界里面 控兵从来不是问题 好 好 这里火箱开始屯兵了 MBL 産了一些僧侣 贴下了宗教防了 修道院只补了两个 看要不要补到第三个 三修道院出僧侣 好 但是现在两个原因是因为 也不确定 Hera到底是不是打火枪 但波西米亚这里也是僧侣开 我们也不是僧侣看错了 我想起来这个怎么僧侣看起来怪怪的 好 MBL捡了一个生物 现在生物稍微捡一下 Hera的老鹰 正在空图当中 火枪兵过来直接招降 但是变掉了两只一只僧侣 两只僧侣倒地 后面这只 火枪招降不到 好现在麻烦了火枪登场 现在Hera有火力上的正面压制优势 现在要出门不太好出门了 果然还是要补下第三个修道院 确认对方是打僧侣之后 修道院赶快补 正面开始偷偷射进来了 好这波着想再次逼退 Hera这边可以开始减生物了 但是MBL的老鹰一直有在巡逻 好骑士抓到了捡生物的生女 还蛮不错的 左边有个小抓 这边的部分 修道院有生物 待会看要不要找机会把生物往后搬 好生物再搬回去 现在火枪数量已经来到了15只啊 这个火力有点猛 MBL这边要赶快卖资源生地王 有没有补个大学 还是补工程器制造所 准备升级 还没有补 好想到了补个大学 那生女这个单位 升到帝王十大也比较好去克制 Hera的火枪兵 有这个印刷技术 招响的射程加3点 让这个招响的难度就可以大幅下降 好这一波要相遇了吗 火鲁鲁直接开招 这里直接可以招个六七只火枪不是问题哦 如果能追得到的话 应该是没办法 招响还是有这个难度在 Hera的火箱直接不回头 完全不想要回头 他只要一回头再摁一下就要被招 好这些生女八只还在 招响的 这个 有唱当中 诶结果转了一个弯 被招响到了一只 直接走进来吗 不好吧 Hera这边的生女有点过分了 好过分了 走的有 是MBL的生女有点过分了 走到人家门口 然后再走出来 好中间补了一个城堡 但这城堡位置蛮意外的是补在了第一地 而不是右边这个高地 如果是我就想要补这个高地 有高地会稍微安心一点 畢竟人家从这边进攻的话 至少就会有伤害解冕 好Hera这边是帝王时代 还有一分钟 下面补了一根城堡 正面的部分火箱没有再继续出太多了 只有到19支左右 但后面的数量又再继续补了 点完帝王时代 两边的村民数差不多 支援量也是差不多 阿兹转出了战矛 阿兹只要点下战矛之后 再点下银罐直矛器 且让伤害变成帝王战矛的伤害值 而且射程 还比一般的战矛射程度了一点 打火枪兵真是非常好用 但是Hera 这边还是会转出火炮才对 毕竟波西米亚有唯一升级火炮的能力的文明 这个榴弹炮 Hera是可以使用的 好MBL这边招响点下了救赎思想 外面补下了一个城镇中心 好印刷寄出已经补下 现在生女的血量来到65滴 点完这个就变70滴血了 好手推射也补下 二级射也点了 Hera 现在也转出了战矛兵 攻兵路线也是适合波西米亚人的 待会就可能变成战矛大战 配上榴弹炮的一个组合搭配了 火箱变成中间火力 所以并不是这么的有效 却可以克制对方搭配 但是MBL呢 是拥有绝对主动权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因为生女可以有效压制火炮 而是要招火枪也可以 比较害怕的是对方的战矛兵 所以MBL的主动权还是比较高的 火炮打一发 没有点掉生女 完蛋了 你看火炮开始被生女给招翔 被追着跑 完了完了 要被招到了吗 再摁一下 有一端邪说 直接被滴掉了 后面这台火炮 这边的战毛兵 诶 这个村民怎么走错地方的感觉 MBL 生女 走回去了 火箱火炮 直接点下巨头 阿斯特克点下了三级色 强力护挽 伤害也要来到最顶尖的状态了 好 这一波阿斯特克人 稍微被压制了回去 补下了更多的射箭场 这一波并没有打算要走黄金兵路线 生女的部分现在只出了9支 科技也没有完全补完 神圈政治 启示思想 都还没有补 好 放出来 招 这一波招可能可以直接招到2台雾炮 没有问题 2台招掉再收回来 诶 损失了大概3、4支的生女而已 还算是赚了 400斤 换450斤 还有换掉450木头 这一波可能第一次血赚不亏 MBL 这边着翔 很有优势 而且直毛器也好了 伤害来到了8点的战毛兵 射程是9点 火箱命只有7点 火箱连枪都开不出去之前 就被这个金牌战毛兵 直毛金牌的战毛兵给点爆头了 直毛有点猛 诶 最近是不是奥运刚结束 还是 其实还没结束 其实我们有在发运奥运 发运奥运 听说这次奥运也是满精彩 好 那现在 18支的战毛兵 我要走 必退了 这些村民 四支僧侣招降 能够招得到吗 应该也有机会 哇 不然被招降掉了一支火炮 200斤换一支火炮 300斤 有点亏 OK Hera这边转 这毛病是正确的选项 但现在如果不出马的话 还是有点难受 先转个肉马先吧 清骑兵点下之后 再补个3攻 基本上Posimia的骑兵 就已经成型了 这就是Posimia的骑兵路线 但是MBL并没有打算放弃左边的控制权 这边补了一个新的城堡 Hera好像没有发现到 左边有新城堡正在建立当中 MBL则是补下了鲍勇士 结果被战毛兵直接投锚秒杀 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三级的步兵铠甲 被秒的几率实在是太快了 但鲍勇士打破西面的人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 只要对方不出枪兵跟剑兵勇士 鲍勇士就没有他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现在暴龙士按个旗帜应该是首屋按道 不然就是想要看一下吉祥物 按个暴龙士可以增加buff 跟百夫长一样的效果 有没有可能 这我就说说 那接下来MBL 最麻烦的问题是 他没有工程系的先发优势 巨型投尸机至少屯到4到5台 要去打破西面才会比较好打一点 不然我们这边先用战毛兵去跟对方换 而且 破西面没有三级马凯 就意味着青旗兵远防只有 这个4点 所以战毛兵打杀也是4点 哇 那这个打青旗兵伤害也很高 一发秒掉 青旗兵完全扛不住 这个帝王战毛的伤害值 好但是 左边的僧侣遭响到了一台火炮 第二台火炮也有机会 第二台第三台成功拿下 漂亮了MBL 这波遭响又获得了很大的主动权 现在HERA又点下了2弓 3弓也点下了 青旗兵升级已经完成 后期怎么打呢 打阿兹来说不太好打 那要怎么打阿兹的僧侣啊 除了青旗兵之外 HERA也可以转出胡思派改革 也转僧侣跟他对翁 会不会比较好呢 但是人家有战毛兵的射程优势 要点自己的生旅速度也很快 所以HERA这边后期可能要 肉要多一点 至少田要少到70片田左右 应付出肉嘛 跟这个肉身 会比较好一些 HERA这边直接过来 想要去偷家 NBL家里开始有准备 屠下了一根城堡 好 这些青旗兵直接抓到了 伐木工 这里大量伐木工直接被靠到头破血流 死寸会死的有点多 正面的部分还在继续打 这波抓村民抓了大概二三十只有了 哇21只阿 好痛好痛 MBL这边也在想办法 看有没有找机会 可以点下8加9老鹰 好 这里村民被抓 还需要再补一下 诶 这里怎么在打猎 翼王时代还在吃虫鸟肉 好 工程器方面来说 还是HERA比较有优势一点 但现在肉马一出现之后 现在MBL还要思考 要怎么打得赢正面 还有这个多线骚扰的问题 MBL也补下了三级的步兵铠甲 跟暴勇士的升级 不确定诶 暴勇士打Pushimia 有什么巨大优势呢 我还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 好 牛丹炮升级已经点下 火炮的特殊升级 好 暴勇士直接敲爆这些青奇兵的头 青奇兵直接被敲烂 但是还缺了一个龙冠战争 诶 龙冠战争已经点好了 12加6 好 这些生驴走过去 点到了巨头 往前送光 MBL这波失误非常巨大 这个失误会让MBL直接一波倒吗 本来想要遭响火炮 结果全部的生驴都往前走 应该是点到了巨型头的时机 好 榴弹炮 没有办法遭响到的样子 三毛兵 榴弹炮上去再打个一发 打火炮 漂亮 一炮两台巨头 榴弹炮的落弹范围就是这么的可怕 非常的广域范围啊 好 现在MBL点下了纵火技术 阿兹打破西出 暴勇士 感觉有点花式啊 目前MBL想法是用这边的暴勇士挡住 战毛兵跟清奇兵的伤害 确实正面打起来暴勇士会引 那后面的火箱 目前看起来是想要靠战毛兵去做解决的 这些战毛伤害很不错 一直有在输出 暴勇士从右边想要冲进去吗 但右边是围死的 这一坨清奇兵在这边 食饮箭矢好像很有效果 哇 这一招还不错哦 应该连城堡都有点射不太到 这些清奇兵 右边这根城堡应该也有快要死守 现在榴弹炮也在一直逼近MBL的战毛兵 好 这一波冲了进来 保姆士 开始要敲村民的头了 这里敲村民的头很快哦 但是没有三弓所以要敲三下 如果有三弓的话 保姆士只要敲两下就可以死一村了 好 敲三下 可惜了 一下 两下 三下 三下至九 好 那现在 点下了这张长枪兵 开始黄金不太给力了 这块鸡没有办法继续挖 后面这块黄金挖的人也不多 六个人挖而已 待会要再补一些数量才行 好 结果赫拉这一波的火槍数量有点下降咯 这波帝王在矛击倒了非常多的正面部队 右边这个城堡居然还在修理 卖了一堆资源之后 买了两百的石头继续修 看这个修理能修多久呢 那这边修理的目的是想要让暴龙寺有更多的输出空间 可以去抓更多的村民 好 那现在暴龙寺能做到事情可能已经来到了极限 这边这个城堡还是要失守 最后一发 城堡拿下 MBL 损失了第一波的僧侣之后 就有点再起不能 没有僧侣的阿兹特克到底要怎么打破西米亚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觉得暴龙寺有点 太没必要了 失我的话我就想要升剑勇 暴龙跟剑勇直接做选择 我就想要选剑勇 剑勇造价更便宜 而且不用透过城堡就可以产出 但阿兹特克的剑勇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软甲该有的都有 暴龙寺的优点就是打破冰特别强 基本伤害也比较高一点 好 暴龙寺 你今天没有办法 做到太多事情 这边部分展出了重装长枪兵 好 说这些轻奇兵的伤害好可怕 哇靠 哇靠 两枪一枝 各位 轻奇兵两枪一枝 太猛了 龙冠战争的重装长枪兵 伤害值10点伤害 但底下三攻是12点 直接搓烂轻奇兵的血 好 现在大量战毛开始往前推进了 战毛兵也是一发头毛死一只轻奇兵 奇兵基本上坦不住这些战毛兵的伤害值 但是榴弹炮的弱弹范围实在太广 这里就死了一大片的战毛兵 现在HERA的榴弹炮 想拆哪里就拆哪里 什么被打噴出来了 看到TC 打个一炮 哇 倒了 TC被拆得很快 现在上方的战毛兵重新集结素量 正面已经被打破 农田要往后撤 这里 照理来说应该要再继续补一些军营 才可以防马过来 现在木头有点缺 正面的清洗兵过来 后方战毛继续输出 挫一下 NBL NBL 暴势已经不输了 旁出重装长枪兵 这次榴弹炮又打爆了一大堆战毛兵 有榴弹炮在 基本上NBL的战毛策略 效果会被大打折扣啊 还是得靠僧侣先把这些榴弹炮搞定 自己的帝王战毛的优势才能显现出来 那目前NBL没有僧侣 在很努力的想办法要挡住 Hera的进攻 Hera的进攻并没有 解慢自己的进攻步调 好 NBL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问题点在哪里 僧侣按不下去 赶快补修导院 这些暴势还在托杀村民 但是城堡已经要盖好 暴势敲得有点快哦 这里抓了蛮多村民还不错 但Hera的支援量已经引领先了一万二了 这边的部分就继续往上推吗 还是要往左推呢 不然是往左还是往右 都是一个 对方家里的秘卖 但我是觉得往右走会比较好一点 最近这块黄金在这 这块黄金能空下来 直接现赚一千五黄金 但是Hera是决定往左走 是不是看到这个修道月的关系呢 觉得这里有藏黄金 把你的无限黄金先断了 那你不能产生黄金 右边的位置开始慢慢守住了 这毛病重新蓄了起来 但MBL村民处只剩下不到一百村 榴弹炮开始攻城了 火炮很强打掉一只生驴 但有两台火炮又要被点掉 两台直接倒地 果然阿兹特克打榴弹炮 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靠生驴啊 好出来 要招吗 没空招直接被榴弹炮给打倒 这个城堡 集会一下 好倒地了 这个城堡也爆了 后面修道月在补 MBL还没有放弃 右边的大量战毛加枪兵 3-3来迟 城堡一到 左边的村民可能都要被 肉马给砍烂 被的清骑兵的伤害是很正常的 7加4 另外这打村民只要4刀 就能砍此一只村民 完蛋了 肉马直接冲了过来 开始到处乱砍 但是这波部队回头应战 Hera觉得自己胜率在旺娃 先跟对方正名开战了起来 哇这一波大量的枪兵 直接被火箱给射爆 后方榴弹炮 看一下能不能先点掉生驴 目标是要点对方生驴 点一下 预判一下 MBL打出了GG 恭喜Hera拿下比赛的胜利 MBL刚刚投资了太多黄金 在修城堡身上 却忘记了自己修到月 该出的生驴的防守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禁忌的部分 禁忌的部分 最后是有Hera拿下资源上的胜利 石头输了很多 但黄金后面是拿到了4圣物 石屋甚至赢了13000左右 非常多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不要小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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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